下来关注华教课题 董教总今天和九个华团召开联席会议 针对土权党入兵法庭挑战华弹小的合法性 董教总如今是已经成立了一组律师团处理此案 至于之前华弹小纳入找遗书法单元一事 董教总重申立场 要求将董事部纳入决策名单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就是雪兰儿家影董总总部 在早上11点半左右 董总和教总就召开了一场华团联席会议 这场会议长达两个多小时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 最近在华社间引起热议的两项课题 第一就是土著权委党副主席凯鲁阿战 以个人民义入兵法庭挑战国内华弹小地位的诉讼案 以及之前的找遗书法课题 在这之前 董教总已经委任宪法律师团展开研究工作 今天董总主席陈大锦宣布 律师团队正式成立 在土权挑战华弹小地位诉讼案中 他们将联合各族母语教育团体 包括东马少数族群等等 齐心捍卫母语教育 由我们的一个科学师 达党布纳兴尼扎律师 达党杨英波律师 和王光发律师 组成了一个董教总的一个律师团 并以王光发律师为主的一个负责 联合各族群母语教育团体 如印尼 东马以及马来交易组织 共同为母语教育发生 联邦法院将在这个月11号裁决 这起诉讼案是否受理 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主席 拿督王洪才之前宣布 如果案件受理 华理会将联合华教级印尼团体 成立律师团 介入此案 如今如果有两组律师团 那是否会出现冲突 华理会副主席彭德生表示 不会 根据今天的整个讨论 或者是几轮跟董教主任律师团的讨论 那大家其实在针对这个案件上 要进行的这个应对模式 其实大家都一致 也没有冲突的地方 所以我想更多的法律意见 对于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个案件 我想是有帮助的 他补充等11号的裁决出路后 两组律师团队会互相磨合协商 另一方面 针对内阁决定把华诞小四年级 马来文科纳入找遗书法单元仪式 交由家教协会 家长和学生来决定是否推行 董教总认为 这会为学校带来困扰 他重申把华小董事部 纳入决策名单的立场 因为董事会成员 普遍涵盖了家长和校友代表 当记者问到 如果教育部不妥协 他们将如何应对 陈大静表示 那就等教育部宣布决定后 他们再回应 今天前来出席会议的代表 包括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 刘华同学会 刘台联总 华总 林联育基金 私立大学有限公司 NTV7许文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